- 广汽传奇引爆 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人在广州 在我身后的就是很多人问的这个广汽传奇引爆 也就是传说中的平民 GT-R 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一台车 有兴趣的话记得哦 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接下来就进入影片的正题 首先我必须讲这个广汽传奇的设计师是一种年轻人的 这个影库整体的设计风格真的是非常的年轻 而且这一台是2.0公升的涡轮增压版本 所以它的外观设计部分跟1.5的版本有一点点差异 首先就是前面这个保险缸非常的运动化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下缘这边 是有这个carbon fiber 的点缀 然后LED的头帧组同样采用反射式的设计 它没有LED beam 不过这样子的设计其实我觉得也不错 然后整体的这个视觉感呢就非常的有冲击 然后它还不忘提醒你在这个logo这边呢 还有这个GSE Performance 的字样 就告诉你这辆车是一台Performance 卡 然后我们往旁边看 哇 它直接给你Michelin PS5 的轮胎 它的这个轮圈呢是一个钢琴黑的设计 然后配上这个橙色的刹车卡件 还有大尺寸的这个刹车盘 因为跑得快也要停得快 接下来呢旁边就有个R的logo 然后同样的它的这个side mirror这边 也是有这个carbon fiber 的设计 然后我们往后看的话 最先映入眼帘的应该就是这个很大的这个微翼 其实讲很大也没有很大 但是就很出色 配上这个银色的车身 你可以看到它的层次感是非常的鲜明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第三刹车灯的设计 然后这样子的角度看的话 我觉得它这个视觉冲击性还蛮大的 然后它还配备了四出的排气管 这个四出排气管呢讲真的 有哪一个年轻人看的不流口水的 你影片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然后当然在它的老流的部分 它同样的也是有这个carbon fiber 的设计 讲真的这辆车 你看它的外观设计啦 你喜不喜欢 喜欢的话影片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然后在影片的最后我会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所以喜欢这辆车的朋友 记得把影片看到最后 打开引擎盖呢 这一个就是为什么引爆R 会被称为平民AMG 的主要原因 这个就是一台2.0L 的 TGDI 涡轮增压引擎 你可以看到这个cooler系统是放在上面的 可能是帮助散热啦 然后它的引擎同样的也是稍微有点向内倾斜的 可以把那个重心往后压 这件引擎的最大马力表现是265PS 峰值扭力表现400Nm 匹配其速的14式双离合器 变速箱0-100的加速5.7秒 将真的以这台车的价位加上这个引擎性能哦 我觉得真的是谁看谁喜欢 如果不要卖太贵的话 我相信这台车应该会有市场啦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引爆的内装设计 哈哈哈哈 我真的超喜欢这个引爆的内装设计 因为将真的 大家应该常看我影片的人都知道 我是对这个设计的使用度是有点将就的 这辆车这边是这个它的门板 这边是这个橘皮的材质 然后这边有点carbon fiber 的点缀 然后有着一个双联屏的设计 有点像本池啦 不过海外版本会有这一个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OK 我讲到海外版本算是漏了一点点线啊 所以大家 你们自己知道咯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steering 这个方向盘 这个方向盘 我觉得有一点点细啦 不过握起来整体的感觉还不错 然后下面有写着一个R 引爆R 然后上面是这种快捷键等等等等 然后还有这个AZOS 的声音调整看到吗 这边有个AZOS 的声音调整 然后这个排档杆是电子排档杆的设计 然后引擎启动键 无线手机充电机座 然后还有这个驾驶模式切换 音量调整 电子收纱车 可惜的电子收纱车没有的飘移 不过这辆车是前驱车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机会飘移啦 然后看到吗 这个Alcantara 连贯整个内装的 然后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椅子 看到吗 它这个中间的镂空的材质呢 镂空的设计呢 是采用这个Chrome来的 然后同样的也是有点Alcantara 的包袱 完完全全就是赛车衣的Design 不要讲年轻啦 我这个Uncle我看了我都还蛮喜欢的 OK啦 这个就是引爆R的后座空间表现 严格来讲它是一台这个C-Segment的Sedana 我的这个后座空间大概是还有一个拳头左右 然后后面有冷气出风口跟这个USB 只是我的头部空间稍微会有点压迫感 我的身高是180亿左右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身高没有那么高的话 坐在后座空间应该还行 不过买到这种车子 谁会去在意空间表现是不是呢 现在我们来体验一下这个平民AMG 这个轮胎配来的是米其林的PS5 好的 OK 出发 OK 这个加速确实是Long 这个地盘可以 这个地盘真的可以 好 出完之后 好 降速 我降速 降速 OK 降速 OK啦 试完这个平民AMG了 就讲老实话 这台车真的没有让我失望 它的操控表现 应该是全场的车子里面最好的 然后它的侧倾的部分 其实控制的很好 就是讲它没有明显的Body Roll 不过方向盘的虚位有一点明显啦 可是重点是在于这一个价位 你真的很难去投诉它 就是讲它的方向盘虚位多什么 我觉得这台车的操控表现满分四分 我可以给到8.5分 然后动力表现也很难去挑剔 不过就是因为很多人开过这台车 所以它的热摔退有点明显啦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唯一的缺点就是 它可能没有那么适合激烈驾驶 好啦 这个就是我们的引爆R的影片 要留到最后带给各位观众惊喜 就是我们该有跟原厂沟通 就是讲这台车会来马来西亚 不过要等到它有优价的版本出现 所以暂时不会那么快 可是对于消费者来讲 引爆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呢 就是一个惊喜啦 不过来的是引爆R 不是引爆R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要呈现给大家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分享下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